當早交公投的連署分數快速爆發累積 預計這個禮拜四就可以順利成案送到中選會 在這段期間民進黨政府無所不用其極 讓人最難接受的就是兩面手法 一邊蔡總統口口聲聲說 溝通的門永遠打開但有溝沒有通 派出來的代表都不是主管的部會 但另外一方面更惡毒的是發動1450暗黑力量 由1450在網路上面帶風向 潑髒水 扭曲抹黑 甚至對於這些環團進行人格毀滅戰 把在選舉上台灣政治最不堪的澳部通通派上用場 那最近更有限者是不臉書再一次淪為了台灣政治鬥爭的工具嗎 連潘中正的臉書這個藻礁公投發起人的臉書都要受到限制 這難道不是1450所發動做出來的事情嗎 那今天在這樣的一個重要的公共言論市場上面 為什麼每天喜歡提告 每天喜歡查水表的蔡政府 卻當作沒看見 中選會在哪裡 法務部在哪裡 如何提供百姓一個安心的 公開透明的 正常健康的言論市場 某些特定的言論只要跟政府的主張不同 就要被打壓 被1450抹黑 灌爆 而且還要跟臉書來直接的檢舉 讓臉書限制他所有的功能嗎 在這裡 正告蔡英文政府把你的黑手收回去 還給全民一個乾淨的公共言論空間 公投是台灣民主重要的標誌之一 也不要忘了是你當年民進黨的神主牌 給全民一個健全公開的公民投票空間 其實FB有一個檢舉機制 就是說他在短時間內收到大量的檢舉 他會先將該帳號停權或者是下架 但是民進黨養了一群側翼 他有計畫有組織的去濫用這個選舉的機制 我只要在短時間內集結大量的檢舉帳號 那個帳號就有可能會被下架 但這不是說一個人直接去跟臉書官方說 我要把那個人的臉書帳號給封了 並不是 但是確實有一群人每一天在做這樣的事情 只要有人批評政府他就集體的檢舉 讓他們沒有辦法再發生 尤其當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或者公投即將到來 這樣的事件是層出不窮 對我想我們執政黨已經動用網軍去做這個檢舉的動作 所以才會造成潘老師的這個臉書被限流的情形 那我呼籲執政黨面對這個全民眾關注的這個藻礁環保議題 必須用正面對待 不要用暗黑手段來不解決問題 可是反而想要解決提出問題的人